你什麼啊 九把刀新作 報告老師怪怪怪怪物 今期要上映啦 劇情描述校園霸凌 加上驚悚的漢人怪物 預告一世數 就讓影迷們超級期待 而同是九把刀作品的那些年 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也是校園片 不過電影風格卻大不相同 嘿嘿 喜歡九把刀電影的粉絲們 快看過來 小編就來幫你分析分析 1 柯震東和小鮮肉蔡凡席 統統都是我的男神啦 那我臉皮厚 你幹嘛不讀書 好 你好玩啊 你那麼有愛心 有沒有發現 2 校園生活的青春回憶 你一定都知道 那一年 我十六歲 雖然沈嘉儀國中 已經跟我同班了三年 但好學生跟壞學生之間的距離 並沒有因此有任何的改變 共同點有這些之外 兩部電影不同的地方也很多 1 明明都是校園片 怎麼一個熱血一個暗黑 2 女主角從綁麻尾的青春女學生 變成可怕的癡人怪 3 同是校園片 兩部主角的心境成長 卻是大幅相同 小編練了這麼多點 是不是也讓人超期待暗黑版的那些年呀 哎呦 不是啦 總而言之 八個老師怪怪怪怪物 在七月底要上映囉 喜歡九百刀CY的朋友們 快點跟我一起進戲院吧